現在他們派出的宣教士 也是遍佈中國很多的地方 甚至他們派一些宣教士去到海外去宣教 差不多是有過百位的 當中會去到東南亞的地方 巴基斯坦 尼泊爾等等的地方 當我聽到他們的分享的時候 我真的感覺到其實我們很幸福 我們可以接受很多的裝備 很多的神學的知識 很多的聖靈的經歷和操練 他們的領袖就跟牧師說 你們來一次很不容易 牧師就說我們不難 其實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說 他們是不容易 因為他們要接待我們 而且他們不容易有人經常去教導 教導他們 去訓練他們 所以大家真的好好珍惜 好好珍惜 我們每個星期都有的訓練和學習 更多的服侍 你看看他們都沒有什麼訓練 他們就這樣出去服侍神 帶著神的印告 他們對聖靈都是開放的 很感恩 在這個過程裏面 最後一天 也都經歷到 有些當中有些同工 或者有些會眾 其實是一兩個 就對牧師有些回應 有些教導 但是牧師是怎樣去處理呢 好 我們接受 我們接受 因為他們曾經可能受過一些極端的 一些的書教士 或者一些的影響 聽他們說一些呼喊牌 所以他們對某些字眼 他們是不接受的 那牧師就說 好 我們接受 甚至邀請我們去的同工 他都覺得不舒服 好像說牧師有些東西不對 但是我們就去接受 因為我們知道 最重要的是 他們能夠領受 領受這個訓練和教導 也都看到 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們的服侍都是要謙卑 要友和 回應人的時候要友和 還有我們會即時改變策略 最後那天 因為受眾多數都是農民 年紀大 他們在訓練上好像聽不明白 牧師說 Mandy這樣 我就去教導那一班領袖和同工 你去負責去分享 即是和那班會眾去分享 我本來預備了去分享一些東西 但是那些全部不用了 即是要重頭 但也都很感受到 神是恩典是救我用的 當拿著一個聖典 一邊討告 一邊領受 一邊去和他們去分享的時候 看到完全都是神的帶領在這裡 所以真的很感恩 有幾個個人的經歷 都很感恩 第一天趕大巴 因為想著有一個小時吃飯 怎知道還有兩小時 牧師說還有兩小時 我們要快去 一衝就買了 我很心急 接著那些袋和行李沉爛 跌下落地 但是在那裡當著神 真的托著我 我就衝前了幾步 接著我就站在那裡 真的很感恩 這些全部都是神 即是保守 沒有受傷 沒有跌倒 那麼也都是 最後一天 也是因為趕車 最後那天 其實我們早上十點鐘 搭車搭船 行路 一直一直 直到晚上十二點才回來香港 在那個過程裡面 最驚險的一幕就是 很趕 四點鐘上去 飛機場的大巴 上到去 聖靈就提醒我 這輛車不是去機場 我說 這輛車不是去機場 接著牧師已經在走 我的行李已經擺上車了 接著我就再問一下 是不是我聽錯呢 我就再問一下 請問這輛車是否去機場 不是啊 不是這輛車 那時候已經很趕 接著就馬上操樓車 馬上拿回行李 去旁邊的條線上車 但是其實那時候 就很問 那個是很小型的巴士 剩下剛剛兩個位 就是救我和牧師 所以看到全程 都是神的恩典 在當中的 哈利路亞 真的很鼓勵 大家都去經歷 都去 很開心 明天有短孫 所以禮拜六就有了 亦都要遇到 亦都要遇到的名字 希望大家更多的經歷 和更多的珍惜 哈利路亞 你形容一下 你形容一下 在車上聽到耶穌聲音的情況 你是聽到微小聲音 聽到 聽到微小聲音 聽到聲音 聽到聲音 是你這輛車不對的 好 另外再講一講 就是 我們為他祈禱 然後立即問他 那個經歷 那個時間 很多個 我們一邊祈禱 一邊問他 經歷的時候 你說一說 他們每一個位祈禱 大多數都有經歷 有些會說 有喜樂 有麻 有些有電流 是即時很快的 有經歷 有些甚至會笑 我自己有個個案 就是 一個小朋友 他媽媽告訴我 他是有龍有啞 今年十三歲 他就說 他有龍有啞 你跟他祈禱 我真的很害怕 當時 神感動我 你在他的耳邊 跟他說耶穌愛你 我就在耳邊 抱著他 跟他說耶穌愛你 然後就為祈禱 其實我的手 就是擺在他的心前面 他就在那搖 然後 祈禱後 我就問他 他媽媽叫甚麼名字 他說叫瑞天 我就叫他 他的眼睛看著我 跟著我說 瑞天 耶穌愛你 他完全有反應 就是他聽到 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神是一路醫治他 神不是我 是神一路醫治他 四周圍有十幾個人都看著 見證他真的聽不到 我看到這個是神很英訊 還有呢 有些孩子 就是有一個 就是那些骨 軟了 整個人軟了 歪了 他媽媽也是說他走不到 那我就拖著他 一路拖著他 停完土 一路拖著他走 走了七八步 一路跟他說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神醫治他 啊